蝴蝶這一題 首先第一個他說什麼 請自行建一個新的檔案 這一題的話又回到 最前面還記得吧 那個好像102 我們要自己先建立一個影像 那影像大小這邊有規定 而且是像素 關鍵在像素 425 283 底色是白色 那名稱的話呢 其實你改成206就好了 直接用這個名稱206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圖檔先建立起來應該還記得啦 這邊有一個 開心的 那個檔案然後呢206 名稱先打上去 那寬的話425 高的話的283 其他不改啦 其他用預設案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了這邊有個背景 那我們不是要針對背景 所以特別至於 常常有同學就直接在背景上面做作業啊因為 背景上面你會發現有一把鎖 這把鎖 為什麼因為它永遠在 所謂的背景嘛 它的圖層永遠在最下面 才叫背景嘛 不然的話呢 這個背景如果會動的話那當然會把所有東西給蓋住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要怎麼樣增加一個圖層 其實道理很簡單按右鍵嘛 你有個複製圖層比較好了 把它再複製一個不就好了 他會問你說那你要不要複製一個 那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也可以複製 那這個地方他要做什麼 底下 那還有就是說 設計圖當然參考TIFF檔 然後再來看底下的題目 他說第一個 針對這個圖層新增一個圖層 那你新增圖層的方式不外乎就複製他 不外乎另外有一個方法 前面好像講過了 這刪除圖層吧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新增圖層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邊 建一個新的圖層 圖層一就出來了 所以 如何增加一個新的圖層 從 右下角 這邊 那 當然你要刪除這個圖層可不可以很簡單嗎 直接這邊有垃圾桶 拖拉 放開就好了 這個圖層又不見了 或者直接按下這個按鈕也可以啦 刪除他問你要不要刪除 新增 好 那這個圖層裡面要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他說 比如說 江建立的這個新的圖層 填入色彩 而且的這個色彩 必須要有個遮色片 那這個遮色片的到底其實很簡單 就跟你 那個 比如說什麼呢 戴太陽眼鏡嗎 有沒有 光線自然就會遮住 但是這個遮色片 他不是要全部的光線遮住 而是什麼 遮住的是 就是 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光源不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這個 遮色片 而且顏色要加上去 特別注意 第一個先新增一個 新的檔案 然後增加一個圖層 再來的話呢 請你注意一下 我們要填入色彩之前 要先在這個圖層前面 增加一個遮色片 那這個動作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剛剛是建立塗層嘛 刪除塗層 那怎麼樣建一個遮色片 請注意 123 這個 如果你要在這個圖層前面增加一個遮色片 請你點選 大概 右下角的 右下角的第3個按鈕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 增加圖層的遮色片 那你的圖層 記得要選在圖層1 你按下一個遮色片 它就會自動幫你在這個前面加上一個遮色片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前面 會多增加一個遮色片在這裡 那這個遮色片的作用就是有點像太陽眼鏡 你遮住之後的 光線 自然而然 會有不一樣 不過太陽眼鏡它沒有漸層的 它一般都是整個都 但如果你那個太陽眼鏡是漸層的話 有沒有漸層 其實應該要 就上面 遮比較多 下面這比較少 有嗎 光影變色的 喔 類似的 反正就是 那 可是變色是變一個顏色 是不是 有沒有那種 上面遮多 下面遮少的 好像應該也有了 不過可能一般 一般是全部遮了 那 像這一題 它是希望怎麼樣 你幫我遮色的時候 不要全部遮 因為你會發現 像這一題有點看不太 它是希望就是說 你這邊 這邊是整個遮 這邊是不要遮 也就是這一邊的太陽會過來 這邊是 從這邊 一直往 左上的話越遮越多 這邊越遮越少 有沒有 漸層的 所以 如果你要針對剛剛那個遮色片 新增一個遮色片之後 那你可以點這個遮色片 做什麼呢 題目要我們做一個漸層 所以請你找到漸層 漸層工具裡面呢 這個前面有用過 在102的地方 然後呢 他要我們做一個 所謂的放射狀漸層 所以記得 第二個選這個 放射狀 按鈕大概是第二個 他有好幾種 第一個是 一般漸層 比如說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叫線性漸層 第二個是放射性漸層 請你點這個 第3個呢 題目要求就是說 要填上顏色 那顏色的話有幾種 S4 R G B 14 42 77 OK 那我們來把這顏色填上去 記得 填在這裡 14 42 77 所以特別說 1 2 特別說 3的話呢 請你改這邊 3個數字 改完之後呢 接下來怎麼樣 從左上 到右下 拖拉出一個什麼 一個漸層 大概這個角度吧 放開 好那你會發現 這邊遮的比較多 這邊遮的比較少 那可是現在看起來 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 這張圖 這張圖呢 是PSD02 有沒有 按右鍵 複製圖層 或者 全選 貼過去 也可以啦 複製圖層 到哪裡 複製到 有沒有 就被我摳過來了 那不過是放在最上面 那這個遮色片的效果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不遮的有沒有 這個是遮的 有沒有發現 效果 看得出效果吧 也就是說呢 左上角 遮的比較多 右下角 遮的比較少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那不過 後面還有啦 我想各位先做到這裡 重點回顧一下 一 產生一個新的 新的影像 425 283 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然後 遮色片 在這裡 並且在遮色片做什麼 漸層填充 不是 放射狀填充 然後呢 再把那個背景放過來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看到的效果 有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恭喜你 應該做對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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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